距离北京三百多公里 河北桃林平村 这是一个与现代都市完全不同的世界 村子里的人们一边固守着自己的春节传统 同时也在努力适应时代的变化 每年当时这个冲结这几天 从初一开始赶到二十 这段时间是比较最热到的 以前我们图里边就是 每一家每一户必须要有一个参加这个节目的 以前家家户户都有 保留社会保护老代员都老了 到这面临的杀成为 老代员过几年不能说了 再培养这些 徐海龙是村干部 他把儿子广志送到老许师傅这里 要求他参加今年的舍货表演 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老许师傅决定 让广志和伙伴们担当舍货游行中的武生表演 男孩子似乎天生就得武术感兴趣 凌晨五点 桃林平村的涉活表演开始准备 和训练时的严格强硬判若两人 老许师傅亲自给小演员勾画脸谱 桃林平村的涉活 以精致的脸谱闻名 所以才有花脸涉活的名气 终于要登场了 第一次从观众变成主角 孩子们都很兴奋 在中国农村 春节闹涉活的传统 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 从南方到北方 不同地区的涉活样式和剧目 都各有不同 但总是能让整个村庄 都沉浸在欢度春节的气氛中 每个新的营业里 中国胜利 整体健康 各家活动 万事如意 广志化身历史英雄 走进涉活的表演 父亲徐海龙一直在旁守护 看到他表演就是一件非常 都是很开心的事 高期的我童年的回忆 每天早晨四五点钟 就起床开始画脸 我儿子现在心里面特别激动 他心里面也是 我们也是这种心情 或许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但至少现在 如释重负 小孩们在这个表演 最后的时候吧 感到很兴奋 兴奋的地方 倒是说 要想还得 穿成这个古楼 这个文化艺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